10万有你 20万也不是问题 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志祥 在今天节目内容当中 我们会跟各位谈到 今天整个家庭指数量 说得非常非常的小 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重点 然后第二个重点 又到了礼拜一 礼拜一我们要检视一些热门股 尤其是AI股票的一个筹码的一个状况 在礼拜一的时间 我们都会帮各位去做一个追踪 这是第二个要谈的重点 然后在第三个 我们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说 在AI以外的机会呢 除了网通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机会 AI以外的机会 这个是从上个礼拜 是我们正式开始跟各位谈的主题 所以以上就三个重点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还是烦请所有的投资好朋友 动个手帮忙按个赞 您的一个赞 您的一个分享 都是阿祥是持续创作的一个原动力 如果你听阿祥老师的建议 对你有帮助的话 或者是你买阿祥老师所推荐的股票 有跟着赚到钱的 都烦请帮忙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那首先呢 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整个交易圈指数 交易圈指数整个颈线的一个位置 16593点已经连续第六个交易日 在这里去做一个量说 没有站上去 六个交易日量说整理 尤其是今天量说的非常的夸张 只剩下差不多2000多亿 跟上个礼拜的一个3800亿 减少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状况 然后当然在这一波 我要请各位看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这一波融资总共 从这一天7月31号到上个礼拜五为止 总共14个交易日 总共14个交易日 它减少了差不多只有78.86亿 那这14个交易日当中呢 你要记得先前 先前差不多从5月份到6月份这段时间 6月份到7月份 5到7月份这段时间 融资总共增加的水位 大约是450亿左右 那这一波减少78亿 所以融资减肥的幅度 其实并不算多 有稍微减肥 但是并不算多 然后这边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自营商是前 这一波沙盘的一个元凶 从7月31号到上个礼拜五为止 14个交易日当中 它总共卖超了789亿 那外质是1379亿 那这个投信大哥是不离不弃 然后我们的钱呢 一直拼命的在做一个防守 那这边呢 你要特别注意的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说自营商卖超的789亿 它先前累积的买超大约是1150亿 1150亿 所以到目前为止大约还有将近 差不多400亿左右的一个这个数字 要去做一个卖超的一个动作 当然我们不能说一定是会把这剩余的部位 全部卖出来 我们不能这么说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自营商是没有去做一个翻多的动作 但是最近有一些一些有一些的一个状况叫做它的卖超的金额是有逐渐减少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也会有人说在这边是这个所谓的政府的一个护盘 那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有这个状况存在 因为毕竟这两天国际股市还在续跌 但是台北股市有试图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去做一个主体的一个动作 当然你必须要翻上去才能说主体完成 但是至少这边有一个防守的一个力道存在 有一个力道存在 但是是不是能够进一步去做一个攻击 8月23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时间点 为什么我说823呢 不是说的不是所谓的这个以前的这个823的金门炮战 不是而是说8月23号的盘后 美国收盘之后它会公布财报 所以在这个礼拜四台北股市它就会去反映 那当然我之前说过说过什么 大家都认为NVIDIA它会考100分 这是NVIDIA的一个股价90 先前我们就预测预测了什么 预测了说这一波NVIDIA回测季线之下之后 它会在月季线之间的一个震荡 那我们再继续往上看 到上个礼拜五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 你会发现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说它其实这波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说一句实在话 是有偏弱的状况 什么意思各位所有好朋友 你看哦 它这一波的一个修正 自从跌破颈线之后回测季线之下两次 突破上方的压力以及颈线之上只有一次 上方还有一个月线 所以这背后代表什么 下沙的一个力道是稍微比较强 虽然到后面都有防守成功 但是它是连续往下回测 测到季线以上以下的一个位置 但是反而往上突破月线跟颈线的力道 你会发现就不太够 就不太够 所以这一次呢 当很多的外资一直在调高 所谓的NVIDIA的一个平等 跟目标价的时候 我认为它反而有一点点过度的期待 就像我之前所举例的 当小明第一次第二次都考了100分 当市场都觉得 大家都觉得老师也觉得 第三次他还是考100分 但是呢 如果他考了98分 我们不能说考98分不好 但是这对于小明来说他就退步 目前市场上的状况 认为NVIDIA就是小明 他反而是小明的 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大家都觉得他会很好的成绩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够拿出很好的成绩 所以我到目前为止还留着华泰第二 这档股票他今天也上涨上去 我也要恭喜我们的会员朋友 目前我们就是获利续棒 但是除了华泰第二之外 其他的AI的股票 我们都先获利下车 出清先不要玩 至于要不要再买回来 我们等观察两天 整个市场的筹码变化跟状况 再做决定 而AI的一个这个状况也要表示什么 接下来NVIDIA的一个财报的好跟坏 如果好 当然当天礼拜四当天AI的股票往上冲 可以做这样子的预期 但是想必当天也一定会有很多的当冲客 上下其手 那如果坏的话呢 那当然就比较辛苦一些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说 AI的股票目前我留的是华泰第二 那其他不是这个其他AI的股票都先获利下车 然后剩下的就是去找寻其他AI以外的机会 但是在此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 先来看什么 目前我先跟各位讲 AI的这些股票 其实有一点点资金流出的现象 已经有资金在从AI股流出去的现象 这一点是投资朋友一定要特别谨慎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我常常都讲 看产业买未来 看筹码买现在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让我能够带着会员朋友 让这个做这个 不管是之前的华泰也好 台药也好 连帽也好 都是大赚而下车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 今天礼拜一 我们要来带各位看筹码买现在的一个状况 来2356的音乐达 2356的音乐达到上个礼拜五 我的股东持股的架构 是继续呈现一个减少 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是持续减少 然后大这个股东人数是往上去做一个增加 再讲一次 如果说你是过去 第一天看阿翔老师节目的好朋友 我再讲一次 这张表的一个看法是 看图的看的方式是 红色这条线条 红色的这条线条是表示什么 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绿色的这个柱状体是总共股东的人数 每一个礼拜公布一次 每一个礼拜统计一次 所以在这个每一个礼拜一 我们有时间都会帮各位去做一个分析 任门股的一个筹码状况 结构表的一个部分 当然分点券上的部分 等一下再来去谈 我们先来看2356的音乐达 这边已经有写了一个第一个结论 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是下降了 总股东人数是增加的 这是第一个2356音乐达 再来3231的伪创大家非常关心的 也是大股东的持股的状况是继续下降 总共股东人数是继续往上去做一个增加 再来你会发现2301的一个光宝科 光宝科的一个部分稍微有一点点的增加 总共股东人数稍微一点点的减少 但是这个影响不大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增加增减 它没有办法去影响到 它后市的一个走势的判断 所以我们只能说 这个叫做持平的一个状况 但是先前已经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有迅速的下滑一段时间了 这个是趋势的一个状况 再来2382的广达要特别讲一下 上个礼拜开法说会 法说会完之后 有一些外资给他按了站 按了站之后还调高平等 结果我们从这一段过程当中 看到外资是什么 口是心非 首先第一个 先带各位看2382的一个广达 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上个礼拜真的有增加 然后总共持股的股东的人数 的确有减少 一个礼拜的增减 看起来有朝好的方向在走 比起那个什么 比起伪创 比起前面那几只 看起来好像有往好的方向在走 但是我们进一步去细查 上个礼拜这12345 统计这五个交易日 统计我游标这画的 这五个交易日当中 你会发现主要买超的来 主要卖超我们先看主要卖超的 卖超第一名叫做瑞银 卖了18,895张 第二名叫做美铃 第三名叫做花旗环球 第四名叫摩根大通 第五名这个就是常常在做隔日冲的一个大户 你会发现前面四档四个卖超的都是谁 股价这几天12345 除了上个礼拜我稍微跌下来这几天都是往上涨了 结果外资调高平等自己一直在卖又来了 又是这一次的外资口是心非 外资目标调高高的 然后结果手里一直在卖股票 一直在卖口是心非口是心非 外资本来就是这样子 他们常常口是心非 所以我说有时候外资是很糟糕的一群人 一群很糟糕的集合体 眼睛看着天上 然后手里一直在卖股票 告诉你那个可以买 然后就一直丢给你坏东西 坏东西 所以我们的投资好朋友一定要有这个 一定要养成习惯 当外资看好的时候 我们要谨慎去比照他们的动作 实际到底他看好 是不是拿钱出来买 如果看好拿钱出来买 无伤大雅 那如果看好 然后又一直拼命在卖股票 很糟糕的行为 对不对 不像阿湘老师 我们看好我们就真的在买 看好就真的带会员朋友买 上个礼拜次告诉你什么 网通是AI以外的第一个机会 今天的起机就上来了 今天中雷也上来了 何清空上个礼拜五跌停 今天也只稳了 对不对 字役也上来了 今天整个网通一堆人都在分析 我们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都已经跟各位 做预告了 好回顾头来 广达部分我们再往下细看 来 然后结果买超的是谁 除了这个你看前七个买超前七名当中 只有一家两家高盛港商卖个离买超是外资 其他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内资包含受写的包含几乎都自营了 所以这背后代表什么 背后代表的是说 这一波上个礼拜网上攻上来的一些 这个AI的一些股票 其中除了广达之外 广达还是由自营商或者是内资去拱起来的之外 其他几乎都站在卖方 其他都几乎都站在卖方 所以广达拉上来 基本上我认为他们接下来这一两天也是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礼拜四 礼拜三晚上半夜 NVIDIA财报数据是漂亮的 拉起来 他一样会开高走低 开高直接就倒呼倒出来 那如果说是招的一个状况 有可能就开低走低 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短时间之内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下了第一个核心的结论 之前我们一直跟各位说 逢谈减码有低再接针对AI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在上个礼拜 我把这个2329的华台直接先获利一下 卖在差不多50块以上的一个位置 那时候我们从44块多低接的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 接下来我对于一些热门的AI股票 当然今天包含像一些什么IP的 他又拉了上来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阶段的AI的股票 他已经不像是6月7月一样 哇整群 只要有点到沾到边的 就整个乱拉 不管有或者是没有 一直用力了啦 很容易就创新高 很容易就创新高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这几天 这一段过程当中 自从前一波AI杀下来之后 开始做反弹 这段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AI的股票 涨一下奇怪 怎么就涨不动 涨一下奇怪 怎么又涨不动 伪创就最标准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AI其实是有资金 已经开始持续在流出来的 大户其实一直有在供应筹码给市场的赏务朋友 所以他的筹码已经有开始逐渐慢慢的变成凌乱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才说各位所有好朋友 你的眼光也应该开始慢慢的从AI流到其他的一个方向 我这边不是告诉你所有的AI都不能做 还是有可以做的 所以我才说像我的华太第二 今天也整个涨上来 我要恭喜我们的所有会员朋友之外 因为都获利当中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不能所有的资金再全部都压在AI身上了 因为这样风险会太大 当筹码开始逐渐凌乱的时候 风险会太大 所以你应该开始去找找其他AI以外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看产业买回来看筹码买现在 我们再一次重申 你除了技术面之外 筹码跟产业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因为阿翔老师过去一直秉持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除了技术面我们筹码持续在观察 产业好的成长的成长的产业 我们拉回去低接 像最近电动车也是拉回一段之间 对不对 我们就要找机会去低接 像我一直在观察那个3665的茂里 对不对 最近特斯拉就在杀下 冒连跌了一段时间 是不是开始有机会可以低接 我会一直去观察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看筹码的一个部分 我们再教各位进一步的一个概念 这是当初六月七四的台药 7月19号11点44分 我买在112块附近 这个是大时候我跟各位解释 解释什么 大股东持股在这个礼拜的时间 增加11533张 所以当时候我们在这个位置会评估再去买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断定大股东根本跑不掉 叫妈的根本跑不掉 而且那时候整个AI的气势真的往上冲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跟各位去分享了台药同波机板 这个至少AI的一个伺服器所用的这个主机板当中 至少是20层以上的一个超越军规的一个规格 因为一般军规大概八成嘛 它20层以上 20层以上它就会 里面就会包含了一层一层的同波机板 粘合层同波机板粘合层同波机板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同波机板那时候我们评估出来 整个产业需求是大增的 所以那时候气势阵旺 在配合筹码的一个概念往上冲 所以112块半我们先进场 进场之后到后面的一个叙述 我就不再赘述了 到后面我们卖到134块钱 了解那个意思吗 这个就是进一步更细的去看 的这个筹码的一个概念 所以之前我们跟各位说 每个礼拜一有10千 我们就跟各位分享 大股东有一个持股状况 跟各位分享这样子状况之后 再去评估你现在这个时机 可不可以进场 这就是所谓的看筹码 买现在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 能够让各位能够理解 那这是当初做华太的一个 涨势跟之前的一个买一堆的讯息 就不再赘述23块做到50 来 你有加入阿翔老师来的好朋友 你都很清楚很清楚什么 这个是我盘中就会发的 即时的小叮咛 盘中就会发的即时小叮咛 这是8月18号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11点半所发的 那时候有特别谈到 AI股近两天反攻在预料之内 但是要注意不要追的太高 甚至有些可以获利下车 这个其实礼拜四就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说言由在耳 所以那时候伟创广达技嘉 不是开高都冲下来 所以那时候我也特别强调了 2329的华太 趁金那一天早上 礼拜五那天早上大涨创新高 最高51块3嘛 前波高点51块2 创新高一毛 那么赶快通知会员朋友 获利放口袋 然后华太第二 则是获利去报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今天你看阿翔老师的节目 我们节目上讲的 实际动作的都会告诉你 在不影响会员朋友的权益之下 我们下车了华太 我们第三趟获利下车 44块坐上来 上个礼拜五全数获利下车 所以你看像今天的2329的华太 卖的就非常的漂亮 今天收盘剩下46块2 你会发现上个礼拜我还有50块钱 今天剩下46块2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再来 我们小叮铃都是盘中发的 所以你加入阿翔老师Lite之后 加进去之后 记得要点右上角 这个盘中的时候我会提醒你 我们小叮铃盘中已经发出来了 分析稿你就点右上角 那个主页进去看 然后其中呢 来我们又点名了航运 航运什么 我说2603的长龙今天涨了上来 当然阳明比长龙还弱很多嘛 还弱很多 但是我那时候特别强调一个重点 来 我说航运股 散装比货会强太多 礼拜五那天育民新兴四位行都涨停 不过我那时候评估下来 在盘中11点半的时候 我评估下来 我说要连续上涨的机会不大 如果想要进场的朋友 不急着在礼拜五那一天去追股票 对不对 盘中提醒各位所有的 LINE的好朋友 我说这个时间不要去追他 对不对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一鸣杀的很凶啊 一开盘开成这样 你礼拜五去追的讨不到便宜 对不对 然后呢2603的长龙 也开始低 当然了我说过我们希望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就说像长龙这个 先前获利很好 希望他能够稳住正脚 甚至他能够冲上来都很好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 我们从筹码的角度来看 以及从整个产业的景气状况来看 货柜的机会不大 我必须要直接跟各位讲 货柜到目前为止机会不大 如果有机会他早上已经上来 所以不要太拘腻在这一块 反倒是什么 反倒是育民散装的部分 我反而认为后面获取机会 还比货柜的强一些 当然他短线上葛日冲这样子冲下来 接下来需要整理 为什么我说他会有比较 反而还比较有机会 除了股性比较活泼之外 他会比较有机会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 整个市场的环境 在预期美国的通膨的一个状况 到一个段落之后 他会开始未来有可能降息 那如果说未来美国开始 正式开始采取一个降息 或者是对于降息的预期之后 他会带动什么 带动原物料的一个涨势 那主要原物料的涨势 包含了什么水泥铁矿砂 这些碳这些的一个概念 这些都是所谓的散装 这些就是所谓的散装 所以大环境的因素散装到目前为止 反而后面如果美国一旦暂停升息 进一步去降息的明年的话 反而散装会比货柜有利 因为货柜那是整柜的 它影响的是什么 像是那个整柜像是那个大的家电 成品所谓已经做好那些成品 所以货柜它很容易跟着景气循环 经济好或者不好 像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很差 对不对 那美国可能经济到一个这个开始慢慢 后面也会开始慢慢降温 所以你货柜跟散装 如果你就从美国目前的政策的角度来看 未来比较容易反而散装还比较有机会 了解那个意思吗 不需要去拘泥在货柜身上 那当然这个是另外的重点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最后一点时间要讲快一点 上个礼拜五的盘中小丁拧 11点半就发给你之后 我们还特别谈到 哇这AI股那天急杀 也拖累了网通 但是你看网通股今日下跌看多不变 网通股今日下跌我们看多是不变的 盘中我就告诉你那一天 礼拜五那一天整个杀下来 我就告诉你网通我们看法是不变 看多 所以回过头来 今天很多人都在分析 6285的喜记创了新高 我礼拜五那天杀下来 当很多人都不敢讲的时候 我们一样告诉你看多不变 今天创新高恭喜会员朋友 对不对 然后在5388的钟蕾 今天也稍微拉了上去 比较可惜的 就3704的核勤共这一天开了法说会 就有法说会完之后隔天变法会 那天我有说明了这个反应太过激烈了 核勤共面临到的状况就是他说第三季是谷底 第四季慢慢回温 然后明年会更好 然后核勤共还包含了国防的订单 第四季开始陆续出货 所以呢这个法说会开完之后 变法会 他所说的状况其实是整体网通产业都会遇到一个状况 整体网通产业第三季都是谷底 结果你看起机还在涨 所以他礼拜五那一天杀的其实很故意 杀的很故意之后你看今天马上稳住正脚 所以有时候像这种今年预估EPS 应该有四块多到五块的一个EPS 这种股价根本不用太担心 但是有时候他就盘中一个晃 表示什么现在市场信心又不够 一晃下去大家就会紧张害怕 不过你看还好你看我们的起机也很漂亮 这第三次做起机的 五三八八的钟也还不错 所以呢这是AI以外的机会的网通 那最后呢我们ending的一个结论 这个华泰的一个进出第三趟的进出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44块做到上个礼拜我整个出清吧 来最后的一个给各位的一个策略 短线上指数16593的颈线 已经六天没有站上了 六天没有站上了 当然它就是一个偏工的态势 纵使下方有一个防守 这个内支在做防守 或者是政策的一个防守概念 但是呢AI股接下来面临到一个823 823就是NVIDIA公布财报的时期 目前AI的族群有资金流出的一个现象 风险有在加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AI股短线上来说 有赚钱你可能先走一趟 留下真正的AI筹码案件真AI股 像是华泰第二 想要跟着买华泰第二的 你来找我 或者是来我们再来看 找寻AI股以外的机会 第一个族群网通的部分 在上个礼拜 是已经公开说第一个族群了 然后另外这边没有时间再做说明 我过两天会直接给各位提示 那现在你看节目看到这边 老师你说那个AI股另外一个机会是什么 网通都已经上去了 另外一个机会在哪里 我先给各位一个提示 今天是8月21号 8月21号很快的慢慢的就要步入选举 所以接下来开始要迈入所谓的选举行情 所以你会看到这几天 为什么那只一直在防守下方的一个半年线位置 他其实也是在酝酿所谓的选举行情 所以选举的行情当中 他就会有一些机会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所谓俗称的概念 政策的概念 政策的概念 在上半年的时候涨过什么军工啊 国防啊 除能啊 资安啊 或者是一些美食啊 观光啊 旅游啊 内需啊 对不对 这是上半年已经涨过的政策内需的概念 然后直到下半年越接近选举的时候 政策的概念它又会再起 政策概念会再起 会开始又有机会 所以我们目前在观察到筹码的一个现象当中 就像今天我带会员朋友进场了 目前是锁定两档 进场的其中一档政策的概念 今天是现买现赚 你只要是会员朋友 你就会收到讯息 所以我这边要跟各位表达 这个最后一点的提示就是 找寻AI以外的机会 最后的一个提示 它跟政策有关 有赚钱的政策概念股 有赚钱的政策概念 配合上集团的概念 给你的第二个提示 那至于更详细的提示 暗示到明示 我都会再过两天的时间 在Light上面做更详细的一个提示 搞不好我不小心明天就直接公开 也不一定 对不对 至于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今天节目就告一个段落 如果你想要更多 这个什么更多相关的政策的概念股 的一个提示的话 AI以外的机会 欢迎加入阿翔老师的Light 记得阿翔老师的Light 习惯都是在盘中 就发出小叮咛给你 好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我们改天再见 谢谢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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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